首先的話上個禮拜我們大概重點稍微回顧一下 上個禮拜主要是講到有關邏輯函數的部分 邏輯函數當然在eSale公式裡面大概蠻常用到的 只是說如果你要做潮狀的會相對的複雜 而且其實各位慢慢可以理解 因為在VBA裡面好處就是說 你可以把它分成很多行慢慢去敘述 但是如果你是在eSale裡面的公式來敘述的話 它只能就一行 如果你的公式非常複雜的話也只能一行 所以相對的話 其實有時候當然如果發生錯誤 你要把它錯誤找出來還真的有點麻煩 VBA當然這個問題 也不算簡單 但是相對會比較好找到錯誤 所以是比較建議就是說 如果你今天的工作需求是相對複雜的話 還是用VBA我覺得它有一定的優勢 那上個禮拜當然有幾個比較重要 像我們用VBA去做那個 兩重、多重邏輯判斷 那裡面的話有講到有關那個if 然後如果你相反邏輯就Ls 那如果多重的話就是在lif 那所以它有固定的一個規則 那你們盡量就是說多去了解那個規則 反正做熟之後的話 以後如果你要做多重判斷 那我是建議你可以用VBA來做 OK 像後面我們還會帶一些範例 因為做下來的心得就是說 如果你相對那個 你如果那個公式很複雜 反而蠻建議你剛才寫VBA算了 因為如果你用Excel硬是要寫一串 那個公式一大堆對不對 那最後你會發現很容易出錯 錯了你也不知道哪裡錯 而且將來你即便要再做一遍 你會發現還是問題還蠻多的 那Excel的好處就是 你可以多好幾行敘述之外 另外的話前面我們有講到 另外在VBA裡面可以見所謂的變數 有沒有 我們之前好像有見什麼A啦 見B有沒有 你可以把前面做的結果存在變數裡面 有沒有 然後相對起來你在敘述那個邏輯 也會比較簡單一些些 不然的話有這個公式 整個寫下來會非常複雜 而且非常容易做錯 那後面的話呢 我們有講到有關 怎麼樣繪製框線等等的 再來的話呢 我們後面 有帶了一個所謂的設計表單 那所謂的設計表單 就是呢 我們今天假如希望 把Excel當資料庫來用 也就是比如說 以這個範例來看 我們希望呢 這邊的資料 假設這個就是一個資料表 那資料表裡面的話 我希望能夠幫我填寫什麼 填寫 所以就前面的四個欄位吧 那後面三個欄位呢 我們可以自動帶出來 那這些地方該怎麼做 那上個禮拜有提到 第一個 我們可以到開發人員裡面 找到那個Visual Basic的表單 那我們只要按右鍵 可以插入一個自訂表單 透過這個自訂表單 等一下我點一下 因為不然這又多一個了 User Phone 那這樣你可以一直往下 反正我們第一次是做User Phone 1 那如果你還可以再練習 就是User Phone 2 User Phone 3 那將來的話 你要把它叫出來的話 其實你只要看你要叫哪一個 我們之前是User Phone 1.show 如果你要show別的 你就User Phone 2.show也可以 反正以後的話 那個名稱你可以 你只要這個上面的User Phone名稱 你可以把它呼叫的到 然後後面加一個.show就可以了 那那個表單就被你啟動起來 那也就是說 你將來其實可以不只一個表單 沒關係 你可以多做幾個表單 那我們上禮拜 另外當然你這個名稱要變更也可以 因為這個User Phone 點它對不對 那其實你會發現 它這邊有一個User Phone 假設你把它點開來 點開來之後的話 只要點一下那個 點一下這個表單空白處 那你可以看到 它這邊的話 就會出現一個叫User Phone 底下屬性的部分 你現在點的是所謂的User Phone 就是這個表單 然後如果你要變更它的名字的話 預設它是User Phone 1 那第二個就User Phone 2 如果你要變更它的名字 你就直接在這邊直接選舉它 上面改名字就好 比如說我改這個 User Phone 3 我把它改成叫Home Enter 那你會發現 你改了這個Name之後 上面這個名字也改了 也就是說 以後如果你要把這個表單叫出來 的話 那就要變Home.show 因為它的名字現在叫Home OK 所以其實這個表單本身的名稱 也可以變更 那只要你配合什麼 配合一個 在模組裡面 只要叫什麼User Phone 1.show 都可以 當然如果 你今天不是說 像我們如果有個 Sub 叫啟動表單 以後的話可以這樣按下它 在這邊有個切 那就跳出來 那如果說你要隨著 這個工作簿 比如說像這個User打開 它就跟著一起打開這個表單的話 那我上禮拜也有補充講到說 你可以把程式寫在 List Workbook裡面 這邊就有一個叫 Wordbook 當工作簿 被open的時候 有沒有工作簿 被open的時候 那你就把程式寫在哪裡 寫在這裡就可以 有沒有 User Phone 1.show 所以呢 如果你在你的 List Workbook 這裡面 這個物件裡面 有寫這一段敘述的話 那它就會怎麼樣 當你的Excel打開的時候 表單也跟著打開 那顧名思義 如果以後呢 你希望 只要打開Excel 的這個檔案 就自動做什麼事情 你可以把程式寫在這裡就好 OK 所以有時候啟動做什麼事 那其實都可以把程式寫在 那我們是 當這個表單啟動的時候 就順便幫我按一下這個按鈕 那我們就有一個表單 所以上個禮拜的話呢 我們就是把這個表單給設計出來 那應該還記得吧 就是我們大概重點就是 如果你要設計這個表單的話 我們是由外而內 外面的話呢 就是User Phone 大概變更幾個地方 包含就是說 第一個是什麼 這個的名稱 叫Caption 有沒有 所以Caption這邊改一下 然後底下的顏色呢 本來好像灰色的吧 把它改成什麼 改成那個 淺綠色的話 那就是在Back Color上面改 那當然其他我沒講到的 其實你們也可以 怎麼講 自己推理一下 因為那個前面的名稱 實際上就表示說 你要修改的設定 的意思啦 比如說背景顏色嘛 Back Color嘛 OK 只是說它是用英文來敘述 那字的大小 像這個字的大小 你也可以看到 這邊有個縫 只是說它的 這個字的大小 必須點旁邊 這邊有個小小的 這個三點點的一個小按鈕 那你假設要把字的大小 變更的話 也可以從這邊變更 都沒關係 那其他的部分呢 大概大同小 就是由外而內 由左到右 那我們主要是利用這個 所有的工具箱 那工具箱裡面 我們用的是這個大A 指的就是這個標籤 這個標籤作用呢 其實主要是顯示說 你後面的那個文字 文字方塊裡面要填什麼資料 比如填姓名 有沒有 這個就是給人家看而已 然後這個小A小B的話 指的就是這一個 文字方塊 有沒有 然後另外一個命令按鈕 指的就是這一個 所以我們基本上 只是用了工具箱的三個功能 那其他當然還沒用到 不過如果你們有興趣的話 不妨可以了解一下 也都可以把那個旁邊的功能 加進來 那實際上可以做 讓表單變得更 應用的更複雜一些些 那我們上禮拜大概 主要針對這三個加上去 那最後的話呢 我們就是把程式寫在哪裡 特別注意喔 寫的位置 記得是寫在新增 那怎麼把程式寫上去 一樣嘛 就快點兩下 然後他點開來 理論上是 這個地方是空的 他會跳什麼 跳一個叫 SUB OK 只是說前面多一個叫Private 就是 他不能被外部呼叫的 就是私有的 這個地方只能夠透過什麼 透過表單去呼叫喔 OK 然後他的名稱叫什麼 command button1 指的就是按鈕的名稱 底線click 就是被點一下的時候 就會執行底下的程式 那上個禮拜 我們主要是把這個程式給講完 有沒有 還記得吧 我們是什麼 把資料填上去 填到這邊來 然後並且把底下的三個 這個EFG3欄自動產生 OK 那我們來Run一下 再複習一下 那其實我這邊就 CDDD好了 Enter跳下一個 然後輸入他的成績 但是目前我們還沒有防呆啦 所以防呆就是說 裡面呢 填的資料呢 他假如不是在0到100分之間 現在他也沒辦法把它抓出來 可是等一下 我們需要怎麼 做一些邏輯判斷 也就是當使用者填的資料正確的時候 我們才把資料填進去 主要是為了避免他亂填資料 有沒有 那我們必須把一些 可能他會發生的錯誤 預先先抓出來 避免掉 這樣的好處就是 以後你就不用改資料了 反正他填的一定保證是正確的 OK 所以把它按新增 新增的話你會發現 他會把這四個資料有沒有 填到這邊四個 並且幫我算出他的平均 含合格不合格 還有ABCD 並且把裡面的資料清空 大概是這樣邏輯 最後再把游標放在第一個格子裡面 所以按下新增 他就等於是做了很多事情 有沒有 1 把什麼呢 把剛剛的四個資料先放過來 OK 1 2的話就是自動產生這個 第二個 第三的話就是把它清空 第四油標放上來 有沒有 這個當然程式我們有講到 就是在雲端上其實你也可以看得到 這個部分的話 上個禮拜主要是講到這裡 只是說現在這個結果的話當然OK 只要你是填的是有填資料 那我就把資料放進去 可是問題來了 如果他現在 因為其實為什麼要做表單 主要就是說 我們不要讓人家隨便亂輸入 因為亂輸入之後的話 你變成你要去再去做後續的收尾 那我聽到很多同學反應說 我是每次都給亂填 然後填完之後 你下次跟他講說不要亂填 他還是給你亂填 那永無止境的一直 惡性循環下去 所以喔 導入怎麼樣 給你填資料 但是我給你一個表單 我給你一個限制 反正你就是填這四個 而且喔 你還要做 你如果說裡面 假如有一些地方 你沒有按照我的規則的話 那我也會幫你擋下來 有點像是雜嘛有沒有 那個像捷運現在 捷運就很 我是覺得設計邏輯還蠻OK的 為什麼 因為人家像以前台鐵逃票 好像比較 可以從旁邊繞袍 現在好像捷運要逃票真的蠻困難的 像今天好像 就看新聞有一個人要逃票 還是被抓到 而且還被罰一萬五耶 你所有逃票 你再逃太多 你也不可能一萬五 OK 所以其實 有點像是 我就給你一個規範 然後你也方便 我也方便 你不會做錯 然後呢 我也不用替你收尾 那不是大家都OK嗎 所以呢 要怎麼樣可以達到這樣的效果 就是要做邏輯判斷 那主要 當然我們可以想到 有哪些地方 我必須要做邏輯判斷 然後呢 做 所謂的防呆的機制 那我想到大概會有三個部分 所以待會也許你們可以參考雲端 第一個就是說 先判斷一下 到底它有沒有輸入資料 其實它如果裡面呢 完全是空白的話 那你按下新增 有沒有 你必須把它擋下來 否則的話 如果你現在假設空白的資料 按新增會怎麼樣 它一定會發生錯誤 為什麼 因為你 新增應該資料過來 反正 再來你要做計算 平均的話 你會按平均 如果空白 你按先新增的話 它應該會 有沒有 它好像有輸出來 可是後面這個就錯了 OK 那不行 你如果沒有輸入 你按下新增 我一定要把你擋下來 這第一個 第二的話呢 就是說 如果你填的資料不正確 比如說呢 這邊應該要填入數字 結果你卻填的不是數字 不能數字 當然不能平均 所以如果假設它填了什麼 111好了 那這邊填AA 填DD 這樣一定不對啊 這個不是成績啊 如果按新增會怎麼樣 它會出現這樣的狀況 它填進來 但是這個後面也是錯誤的 所以要防呆 不能讓它填入非數字的資料 第三個的話 這個數字即便對了 可是如果它不是零分到一百分之間的話 然後複分的沒有吧 也不能超過一百分 那你如果要限制它的話 那該怎麼做 所以喔 待會的話 就把它刪掉好了 OK 把它刪掉 如果說我今天要防呆的話 那我程式應該寫在哪裡 特別重要 記得寫在那個按鈕 我們是寫在這個 寫在User Phone 1的這個 新增點兩下 這個的上方 也就是說 我要防呆的話 當然你要讓它新增資料之前 一定要先防呆 那總共會有三個防呆 所以請各位也許先把 上個禮拜的部分 先打開來 那待會我們再來看一下 如何做防呆 畫面先還給各位